李善君遭止射毒 三年前被算出10月江上抗域言封传 巫女经报死了 南韩近影帝刘亚人2月爆出吸毒遭检方起诉后 19日又爆出一名汉刘亚人同级别的NL性男演员涉嫌吸毒 消息震惊南韩社会 甚至有网友一线所揣测试演出 寄生上流我的大叔等多部剧作的演员李善君 公司起初只回应确认事实中 直到20月对外发出声明 表示一人受到了毒品提供者A威胁 未来将对A提告 李善君则是会诚实接受调查 据报道 他遭搜索3亿元 包含李善君在内共8人涉嫌多次吸马 同一时段 也有网友挖出李善君三年前算命的影片 当时巫女看完她的八字后脸色沉重 为什么看到她被上铐 叫她小心衣食月份 诡异巧合 让人发毛 根据韩媒经济新闻报道 元川警察厅有相关人士透露 在搜查江南地区声色场所时 得到了艺人的涉毒情报 且该艺人在影坛的地位不输留让人 南韩媒体也陆续透露关于 RO姓男演员的线索 包括是在2001年 透过NBC情境喜剧出道 作品几乎都是担任要缴 加上警方初期透露该演员在影坛颇具地位 南韩网友依条件过滤 猜测RO姓男演员就是影帝李善君 消息在网络上发效后 网友也挖出三年前 寄生上流拿下各大国际奖项 Omerti TV所策划的算命单元影片 当时找来知名巫女金花唐英逸替几位主演与导演算命 怎料 他一看完李善君的花字后 表情变得严肃 欲言又指这位 为什么我看到他被上抗 又单引号 金花唐说 李善君可能会有一次口舌艰难 不是自己的意志 而是受到他人 之后金花唐询问制作单位这位 应该不做那些事吧 制作人一脸疑惑反问毒品吗 巫女点点头 制作人则回应我也不太清楚 金花唐当时也感到相当疑惑 不断反问 为何什么被上抗跟他的八字会吻合 并念出他所算出的结果 你这个愚蠢的混蛋 你努力了这么久 别忘了初心 毕竟声誉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尤其是在一十月金花唐也坦言 这是他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还往二十月突然有大批网友回顾该则影片 引起热论 且影片底下也涌入大批网友留言 大赞巫女金花唐相当厉害 不过稍早 制作单位在底下留言表示 影片是三年前拍摄的 且在影片发布后 该巫女名声大噪 询问她的联络方式和地址的讯息也很多 由于该号码的所有者似乎受到了损害 因此过去的联络资讯已被更改并被马赛克 制作单位说 其间曾试图在联系巫女 但没有找到对方 后来出于好奇 又四处打听一番 结果得知这位巫女大约两年前因身体不好而去世了 如今影片再度引起讨论 他们只希望大家为巫女送上最大的祝福 南韩大咖演员李善军 19日被爆 接受毒品调查 公司起初只回应确认事实中 直到20日舆论渐渐发酵 公司Hulu & U Entertainment 终于对外发出声明 表示艺人受到了毒品提供者A威胁 未来将对A提告 李善军则是会诚实接受调查 据报道 他遭拨索三亿元 包含李善军在内共8人涉嫌多次吸马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